首先我们要了解 濕疹是一个极之常见的 婴幼二的毛病 虽然它都会影响大人 不过通常都是婴幼二就已经发病 还有其他很多过敏类的病 都同时存在和极常见 所以很困扰着家长 我们常常会问濕疹究竟是一个什么病 很多时候说它是一个皮肤的毛病 虽然也有其他的影响 包括鼻敏感、器官敏感、食物敏感等等 或者说它主要是一个全身敏感症的毛病 虽然它在幼儿的时候是在皮肤里面发作 很多时候它也会走去其他不同的地方 包括鼻敏感、上呼吸度 又或者下呼吸度是器官敏感或者哮喘 如果它在肠上有关就变成食物敏感 如果你问我 我就会说它是一个心病 是跟我们的所谓心魔有关 心魔其实是什么呢 其实是一些恐惧 很多家长对于这个病本身 还有很多医治方面都有很多恐惧 这些恐惧就直接影响到很多医治的方法 其实一般的濕疹是非常容易处理的 不过因为这些心魔或者恐惧的问题 变成一个很难医和困扰家长的情况 所以一定要了解明白这些心魔 才可以帮助小朋友和父母 以下我会逐一提一提每一个心魔 它的情况和处理的方法 等一下 OK